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爸爸是每三个就会踩中一个 每三个就会踩中一个 这是爸爸的 咱们写在这儿 好 我们再来看看王子的 王子是怎么样的 每次卖两个 那王子第一步卖到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步呢 第四个 下一个就是 第六个 再下一个 第八个 第十 十二 十四 你发现王子要比爸爸卖的是不是要多一点点 是啊 王子是 每两个中会踩中一个 是这样的吧 好了 那老师的问题来了 在这里边有几个台阶是爸爸跟王子共同卖中的 两个 这么快 怎么看出来的 标出来的 是 圆车跟三角共同标出来的 是不是就是爸爸跟王子共同踩中的 嗯 所以 在这儿 是不是有一个 嗯 在这儿 是不是也有一个 那这个太简单了 如果我说爸爸跟王子啊 两个人住在十八楼上 一共有一百八十个台阶 那他们会踩中多少个 是不是可能标数是不是就标不出来啦 嗯 那如果我们把数字标的小一点 我们说如果有四十九个 四十九个台阶 他们俩共同踩中的多少个 嗯 别慌 同学开始画啦 找规律 你来看一看 王子跟爸爸第一次踩中在哪 在第六节 是不是在第六节 在这儿踩中了 嗯 那第二次呢 第十二 第十二节 那你会发现 他每几个钟会中一个 每六个 哎 是不是每六个钟会中一个 嗯 那这样的话 四十八里面有几个六 是不是就知道他会中几个 是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 他中的那一个在哪 在这一组中的第几个 第六 第六个 第六个 是不是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至于这个问题啊 好了 自己把这个题目完成掉 哎 完成完了没有 完成 如果完成完了 再继续往下听啊 我们完成完了 下面应该是对答案时间了 来看一看 如果共有四十九级台阶 有几个是王子和爸爸 共同能踩到的 对 咱们说王子和爸爸是几个台阶 中一个来着 六个 六个 共同踩到一个 对不对 嗯 那这样的话 四十九除以六 一共有八组 多一个 那八组多一个 我们知道每组中 中一个 是每组中会有一个 共同踩到的 是 那最后多这一个呢 这个不会中 因为我们知道 中那个一定是 在一组中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所以王子和爸爸 共同踩到的 应该是有几个 八个 八个 你明白了吗 嗯 那这是这个 那如果我给你 把这道题目 稍微变一变 等你们看这儿 如果我现在说 不是四十九个 而是 五十六个台阶 请问 小沫林同学 这一次 爸爸跟王子 可以共同踩到 多少个台阶 九个 为什么 嗯 用五十六除以六 五十六除以六 那你九 九 九 于二 九组于二 有了两个台阶 对吧 嗯 那这样的话 哪一组中有 九个 嗯 啊 每组中有一个 一个 其中有九组 对不对啊 所以啊 他会踩中啊 九个 九个啊 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了吗 好了 这是我们的立题第二题 已经完成了 那通过 李一和李二 我们对循环问题 有了初步的认识 那同学们 平日里 你看这个台立吗 太 尤其是在你生日之前 是不是会经常翻一翻 是啊 好了我们一会 翻一翻台绿 感谢观看